这个医生仅提出一个论述 就挽救了无数生命 他看不得病人受苦 如今已经93岁高龄 却仍坚持每天到医院 为患者服务 护肠在吗 我问你几句话 就是那个病人 今天查房那个病人 你知道吧 知道 那算几床啊 六床 他就是心血管专家 柯若仪 柯若仪在前天查房时 发现病人的病情出现了变化 因此一直心心念念 今天更是专门找到护士 落实病人的情况 在这位行医数十年的 老医生的生涯中 这一幕经常出现 对于柯若仪医生 他的同事们都十分敬佩 他能从病人的叙述当中 找到他所需要的那些内容 真的是把病人当成亲人 对于同事们的夸奖 柯若仪不以为然 他认为自己只是做一个 好医生应该做的事 柯若仪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 1949年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 此时的柯若仪最满意的 就是自己从事了自己喜欢的工作 因此他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到了 对医学知识的学习中 柯若仪是一个同情心泛滥的人 每当看到病患痛苦 他都能感同身受 因此也立志要做一名能够帮助病人 解除痛苦的好医生 因为有一次我去看病 那时候我才大学三年级 我到那医院去看病 回来以后我就哭了 我妈妈说怎么事 我说病人太可怜了 所以我妈妈就告诉他们 你三姐能是个好大夫 你得一心一意 看着病人你能心疼 这是当大夫的起码要求 毕业之后 柯若仪用了五年的时间 翻译并编写了关于内科的医学教材 包括内科学 诊断学 儿科学等等 在翻译并编写的过程中 柯若仪学到了很多 也成长了很多 后来柯若仪进入大连医科大学 成为循环内科中 最年轻的住院医师之一 此后的几十年中 柯若仪始终将患者的问题 当成最重要的问题 将患者的痛苦视为自己的痛苦 为他赢得了无数患者的爱戴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 柯若仪还首次提出了 心肌梗塞的先兆科学论述 对预防心肌梗塞 起到了明显效果 挽救了无数患者的生命 柯若仪的一生中 编撰了很多医学教材 解决了很多疑难杂症 挽救了数以万计患者的生命 充分诠释了医生的职业光辉